那么从7月18日起 大陆开放全部居民可以赴台旅游 台湾方面也已经在研议 提高大陆每日来台旅游人数的上限 但是也有人担心 台湾的旅游接待能力 事实上 那么现在也出现了一些 导游地图不足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方面的问题 您觉得应当如何的来解决 目前我们整个台湾的接待能力上面 是受到相当大的考验 因为这两年来讲 大陆游客到台湾旅游的速度 是呈现跳跤式的成长 从几十万人到破百万人 这样的整个速度来讲的话 其实在接待能力上面的话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困难的 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 在去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就曾经有发生非常大的新闻 就是有台湾的团道 有大陆团道台湾 发现游览车实在掉不到 那找不到导游 找不到游览车 那今年三四月份的话呢 也曾经发生过游览车呢 不足 严重不足的现象 也发生了导游严重不足的现象 其实在整个来讲的话 观光客到台湾来 除了机位上面 取得上面其实也非常非常困难之外 在旅馆 台湾旅馆数目来讲的话呢 能够满足游客的三四星级的旅馆呢 是不够的 而五星级的旅馆呢 是有空间的 但是呢 因为旅游团的费用来讲的话呢 比较没有办法住到 所谓五星级的旅馆 所以呢 在三四星级旅馆 数量不足的情况之下 就会发生了这个旅馆上面的 一些满意度上面会降低 以及呢 导游的训练来讲的话呢 因为 整个导游的培养来讲 是没办法呢 跟得上这个成长的速度 所以呢 有些导游的整个接待的能力 解说能力上面的话呢 就需要再加强 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也经常跟我们的管理单位的话呢 也都反映过 希望能够更多的一些训练 希望能够提高他的一些标准 所以说呢 在三年后 两年后的话呢 我们的整个导游的考照的 整个制度的话呢 也从普考呢 提升到高考的一个 最高一个等级的考试 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提高这样子的一个方 提高导游考试的标准的方面的话呢 能够让导游的整个的能力呢 能够再提升 除了导游之外 车辆之外 住房之外的话呢 风景游乐区的整个负担来讲的话呢 也相对的出现了沉重的问题 就像去年三四月 跟今年三四月期间 阿里山的森林游乐区上面来讲的话呢 就经常发生 要游客呢 等餐厅吃饭 也就是说呢 这一团在里面吃饭的时候 外面还有好几团呢 在等着这一团吃完 才能够轮轮地继续吃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就会造成说 一些游客来讲 会觉得实在是太过于拥挤 到了非常多风景区 都是人几人停车 也相当大的一个问题 好的 谢谢李先生